成名艺人竞演综艺《浪捷舞》已经开始录制 萨鼎鼎 韩雪 王林 柳妍 七威 何杰 尚文杰 张于熙 郭碧婷 陈立军 杨锦华 郑妮可等36位姐姐全新加盟 基本提前锁定了年度爆款 向往的生活停播后 曼综艺又新增两员大将 其是魏大勋 郭麒麟和毛不易常驻的我们仨 其二是张颂文 曾顺熙和马家琪常驻的灿烂的花园 前者已经播出先导片 后者正在紧张录制 此外 作为殷宗大户 芒果上半年自然也有重磅殷宗将亮相 那就是去年在招商会正式官宣重启的《歌手2024》 《我是歌手》系列被公认是芒果乃至那与起进最好的殷宗 除了宇全 韩红 韩磊 李文等一批老歌手 再次震慑了观众之外 邓紫棋 张杰 张韶涵 杨宗伟 毛不易 周深等中生代和新生代歌手也吃到了巨大红利 当然了 歌手系列的最后一季并不体面 华晨宇拿到歌王被吐槽都不配位 当时节目停播的呼声此起彼伏 或许芒果是想重新给这个系列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也或者是难以抵挡金主们每年都咨询何时重启的缘故 总之 歌手2024即将归来 值得一提的是 同时负责歌手2024和声声不息嘉年华的红校团队 被质疑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前者 以至于后者的选曲一塌糊涂 用了很多芒果曲库中近两年常用的歌曲 浪费了今年的12位常驻歌手 所以 众多观众都很好奇 红校团队究竟能在歌手2024中拿出怎么一套王诈阵容 既对得起倾斜过去的经历 也对得起重启这两个字 近日 某瓜主曝光了歌手2024的终极首发阵容 分别是纳英 宇芳 哈什 爱依良 善依纯 丹尼尔布拉伯瑞 莫 七四乐队 从该系列曝光被重启开始 纳英就一直是网传的常驻歌手之一 虽然出处难以查询 但几乎是一个共识性的人选 而且前段时间被曝光已经签约了 至于原因 总结起来无外乎四个字 其一是该上 其二是能上 该上指的是 纳英是华语乐坛当之无愧的天后 而歌手是内于质量最好的音宗 但两者在之前的八季节目中一直没能合作 能上指的是 纳英自从浪姐二开始 就与芒果保持着良好的合作 所以被公认是芒果目前最容易邀请到的天后级歌手 当然了 纳英在生生不惜嘉年华首期节目的华语音乐盘点中被删连了 以至于大量观众误以为他被芒果封杀了 甚至有黑粉带节奏说 纳英犯事了 一度跑到了英国躲一阵 但其实 纳英被删连 完全是芒果的避嫌行为 毕竟去年的中国好声音事件 和刀狼的歌曲《落叉海事》 对它确实影响蛮大 芒果的行为极有可能是和纳英提前打过招呼的 纳英自带的争议虽然不少 但支持和期待他常驻歌手2024的观众同样很多 而且节目组也应该考虑过利弊 毕竟理性看音宗的观众占大多数 可以预见的是 如果纳英确实已经签约 那么歌手2024的歌王大概率就是他了 绝对的资历 顶级的国民度 超高的人气 依旧能打的唱功 他确实值得 爱一良参加中国好声音三时 曾是耐音组学员 去年又以飞行嘉宾身份 加盟了生生不息宝岛记 所属的也是耐音的团队 如今 爱一良被曝将常驻歌手2024 这对师徒又将同台 但这次不是合作 而是竞技 但愿这位唱作俱佳的好歌手 能被更多内于观众认识和认可 按照歌手系列 选人的惯例 首发阵容中 不可能只有一位大咖 所以 除了纳英外 网传吕芳也将加盟 吕芳曾凭借一首《朋友别哭》 红遍《两岸三地》 与张学友并称为双子星 但之后的歌手事业越来越凉 2021年 以前被歌手身份参加我们的歌三时 甚至被不少年轻观众发问 这是谁 所以 在主打情怀的我们的歌三中 吕芳并没有实现在内地的翻红 如果她加盟歌手2024的话 在这档《强劲记音宗》里的名次 可能更惨 甚至走不到赛段中期 类似之前的陈明 齐琴 维维 陈杰宜 赵船等前辈歌手 另一位台湾常驻歌手 被曝是新晋金曲奖歌王Harsh 早期以乐队形式发展 2015年才发行自己的首张专辑 是一位唱作俱佳的歌手 给徐佳莹写了《寻人启事》 给孙燕兹写了《克普勒》 给张慧妹写了《Swashing爱情故事》等 单一纯如果加盟歌手2024的话 算是在竞争激烈的新声代中突围了 毕竟歌手2024这样的好资源 可遇不可求 西林奈一 高 黄霄云 张玉琪 陈卓璇 尤长静 李佩玲等都被传接触过节目组 当然了 目前还有一种说法是 单一纯团队没有选择歌手2024 而是要去天赐的声音舞 再加之已经常驻了50公里桃花雾寺 是在无暇顾及其他音宗了 但是 如果单一纯同时收到了歌手和天赐的邀请的话 她的团队选择前者的可能性应该更大 除非后者给的太多了 最后 歌手2024官宣重启时 国际版就是宣传点之一 尽管观众们都知道 只是噱头 外籍歌手不会占比太多 但还是引发了不少人的好奇 如今 该名单里曝光的两组外籍歌手是 美国好声音寺的冠军 丹尼尔布拉伯瑞和日本摇滚乐队梦 七四 据说主唱高音特别牛 综上来看 歌手2024网传终极名单的看点和吸引力并不足 或许是前几季的光芒太强了 以至于大家对于重启的期望太高了 而期望越高 失望越大 当然了 芒果打造音宗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 但前提是 节目组用心搞 别走我想和你唱的重启老路 否则还不如让我是歌手 封存在观众心中 歌手2024作为一档深受观众喜爱的音乐竞技节目 自宣布即将开播以来 便受到了广大乐迷的关注和期待 节目组为了打造新一届的音乐盛宴 不仅在内容上求心求变 更是在邀请歌手上下足了功夫 然而 随着音乐市场的多元化 和歌手们个人发展路径的多样化 想要邀请到心仪的大咖并非一时 据了解 歌手2024节目组在筹备初期 确实接触了一系列实力派歌手 包括李宗盛、罗大佑、吴百、斗维、崔健等自身音乐人 以及张慧妹、林俊杰、蔡依林这样的流行音乐巨星 这些歌手无疑不是华语乐坛的重量级人物 若能加盟 无疑会给节目增色不少 然而 由于各种原因 包括档期冲突 个人规划等 这些大咖纷纷挽聚了节目组的邀请 尽管遭遇了一定的挫折 但歌手2024节目组并未气馁 转而将目光投向了一些具有潜力 且人气高涨的终生代歌手 据最新消息透露 节目组已经列出了一份包含五位歌手的名单 分别是 纳英 林佑佳 杨成林 王力宏和梁博 这份名单已经曝光 便引起了网友和粉丝的热烈讨论 纳英作为华语乐坛的天后级人物 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 一直是她的标志 据悉 纳英与歌手2024的合作关系 一度接近签约阶段 若最终能够加盟 她无疑是争夺歌王宝座的有力竞争者 纳英的歌迷们对此充满期待 希望能够在节目中再次见证她的舞台魅力 林佑佳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情的歌声 赢得了众多乐迷的喜爱 她的加盟呼声极高 林佑佳的歌声有着一种特别的力量 能够触动人心 如果她能够出现在歌手2024的舞台上 必将为节目带来更多的感动和惊喜 肖敬腾作为近年来内地娱乐圈的红人 她的音乐才华和舞台表现力 都得到了业内外的一支好评 她的参与无疑会为歌手2024 增添一份独特的色彩 杨成林和王力宏两位 也是节目组积极接触的对象 杨成林以其甜美的嗓音和多才多艺的形象 深受年轻观众喜爱 而王力宏则以其国际化的音乐视野和创新精神 在乐坛独树一帜 他们的加盟将为节目带来新的活力和创造力 至于梁博 这位曾经的中国好声音冠军 以其深沉的嗓音和扎实的音乐功底 获得了业界的认可 如果节目组能够再次邀请到她 将会是对她音乐才华的一种肯定 也必将激发出她更多的音乐潜能 当然 提到华语乐坛 不可忽视的就是周杰伦 然而 鉴于周董一贯低调的个性 和对音乐的独特追求 她似乎并不太适合参加这类 竞技性质的音乐综艺节目 因此 即便是歌手2024这样的顶级音宗 也难以请到她的身影 歌手2024节目组 在邀请歌手方面 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但他们的努力和诚意 是有目共睹的 他们不仅要考虑到 歌手的个人特点和音乐风格 还要兼顾节目的整体效果 和观众的期待 这一系列的努力 都体现了节目组 对于打造那于最好音宗的决心和信心 随着开播日期的临近 观众们对于歌手2024的期待值越来越高 人们不仅期待 能够看到自己喜爱的歌手 在舞台上的精彩表现 更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 发现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和音乐人才 歌手2024 无疑将成为华语乐坛的一大盛事 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音乐的盛宴 2024年 音乐圈炸出了一颗新星 单依纯 她正准备在歌手这个音乐剧轮上 扬帆起航 用歌声征服每一个听众的耳朵 歌手这档综艺 简直就是音乐人的梦想舞台 多少歌手梦寐以求 能在这个大舞台上 展现自己的才华 就像邓紫棋和周深那样 凭借这个平台 一跃成为乐坛的翘楚 如今 单依纯也即将踏上这片音乐的热土 开启自己的音乐新纪元 说起单依纯 这位小姐姐可是个音乐小魔女 她的嗓音犹如天籁之音 弱混技巧 更是玩得溜到飞起 之前在各大比赛中 她就已经凭借出色的表现圈粉无数 让人对她接下来的表现充满了期待 如今 她站在歌手2024的舞台上 准备用音乐点燃观众的激情 参加歌手 对于单依纯来说 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她要在众多实力唱将中脱颖而出 用歌声证明自己 但同时 这也是一个展示自己音乐才华和魅力的绝佳机会 她可以尽情挑选自己喜欢的歌曲进行演唱 尝试不同的音乐风格 让观众看到她的音乐多样性 当然啦 参加歌手这样的节目 压力山大呀 毕竟这里高手如云 每一个选手都是实力担当 但正是这种压力 才能激发出单依纯更强大的潜力 让她在比赛中不断进步 不断超越自我 讲真 我超期待单依纯在歌手2024上的表现 她能不能像前辈们那样 用音乐点燃整个舞台呢 她会不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音乐惊喜 这些问题简直让我心痒痒 迫不及待想看到她的精彩表现 总之 单依纯参加歌手2024绝对是一大看点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看她如何用音乐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篇章吧 我想和你唱余波未散 乐坛又迎风暴 歌手2024热血归来 阵容豪华 创新不断 音乐魅力即将席卷而来 那应周华健 乐坛长青树 再度携手 嗓音醇厚 情感深沉 他们的加盟 无疑为节目增色不少 令人期待他们再次用音乐点燃舞台 中生代歌手汪苏龙 音乐风格独特 创意无限 她的加入为节目注入新活力 带给观众全新感受 然而 最令人瞩目的 莫过于那位神秘的格莱美大咖 网络上关于其身份的猜测沸沸扬扬 打雷姐 美美等名字评线 但真相究竟如何 仍是未知数 节目形式创新 不仅保留歌唱比赛 更融入互动元素 让观众与歌手近距离接触 感受音乐魅力 歌手们也能在舞台上尽情释放财华 与观众分享音乐故事 奈英 周华健 乐坛前辈 经验丰富 才华出众 他们的音乐之路充满传奇 此次加盟歌手2024 必将再次展现他们的音乐魅力 汪苏龙的音乐风格独特 创意四溢 他的音乐总能带给人们惊喜 此次亮相歌手2024 必将为观众带来全新的音乐体验 而那位格兰美大咖 无论身份如何 他的音乐才华 必将为节目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的出现 必将引发一场音乐风暴 让观众们为之疯狂 歌手2024的回归 不仅是一档音乐节目的在线 更是乐坛新希望的展现 在这里 歌手们用音乐讲述故事 观众们用心灵感受音乐 神秘大咖的身份悬念 更是引发全民猜谜热潮 让人期待不已 节目即将上演 精彩不容错过 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音乐盛宴 感受音乐带来的魅力与感动 感谢观众们的音乐盛宴